华盛顿全称为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是美利坚合众国的首都 简称华盛顿 它位于美国的东北部中大西洋地区 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交界处 是以美国开国元勋乔治 华盛顿和新大陆的发现者哥伦布命名的 由美国国会直接管辖的特别行政区画 不属于美国的任何一州 华盛顿是世界上少有的 仅以行政职能为主的大城市 被美国人亲切地称为国家的心脏 大多数美国联邦政府机关 和各国驻美大使馆坐落于此 同时也是世界银行 国际货币基金 美洲国家组织等国际组织总部的所在地 华盛顿拥有为数众多的博物馆与文化史记 前往美国国会大厦 白宫 华盛顿纪念碑 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 华盛顿国家大教堂等神殿式建筑体会 对华盛顿的威严与数目 可以作为形成的首选 同时 世界上最大的飞行博物馆 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 国家艺术馆 以及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 华盛顿是追溯美国历史 感受独特的美国文化的最佳去处 如果你看过奥斯卡电影《拯救大兵瑞恩》 一定会对片头出现的一排排白色大理石墓碑 印象深刻 没错 这就是位于华盛顿的阿灵顿国家公墓 它坐落在波托马克和西岸 近临五角大楼 与林肯纪念堂隔阂相望 它也是美国最著名的公墓 站在林肯纪念堂的背后 只见阿灵顿大桥横跨波托马克河 一条平坦的大道穿过大桥 直抵阿灵顿国家公墓大门 从阿顿大桥上走过 走进阿灵顿公墓 漫步于阿灵顿坡地上的时间 周围是那样美丽和宁静 到处是绿草 四周是树木 整个公墓规模庞大 灵园成半原形 周围树木枉域 园内芳草如荫 墓地绵延起伏 洁白的墓碑临次置笔 宛如逝者的庞大军阵 身微浩荡 位为壮观 公墓以山岗为中心 墓园分布于斜坡和平地 整个墓区是按分区而建 共有70个分区 在每个分区中 买有不同时期的 镇王将士或老兵 在中央的山丘上 有一处大宅 大宅被称为阿灵顿之屋 大宅是一座 仿照希腊神庙而建的建筑 如今作为国家纪念中心 公民重参观 站在屋中平床而立 可以俯瞰整个公墓 以及波托马克河 美国的白宫由1800年建立 是美国总统府 坐落在华盛顿市中心的 宾夕法尼亚大街 与高耸的华盛顿纪念碑相望 1812年英国和美国发生战争 英国军队占领了华盛顿城后 放火烧了包括美国国会大厦 和总统府之类的建筑物 过后为了掩盖被大火烧过的痕迹 1814年总统住宅 棕红色的石头墙被涂上了白色 1902年西奥多罗斯福总统 正式命令为白宫 白宫共占地7.3万多平方 分为主楼和东西两季 冬季工游客欣赏 在美洲二支周日对外开放 西季是工作区域 总统的椭圆形工作室 坐落西季内侧 主楼底层有交际接待大厅 厅外是南草坪 来访国宾的欢迎仪式 一般在这里举行 主楼的二层 是总统家庭育居的当地 主楼中还有图书室 地图室 金 银 瓷器 陈列室 里面藏品拨风 林肯纪念堂与华盛顿纪念碑 美国国会大厦三者构成了整个国家广场的中轴线 此间寓意无穷 令人震撼 而就在国家广场的中轴线上 坐落着一个长610米的长方形水池 命名为反思池 以反思世界的战争与和平 反思美国的独立与自由 林肯纪念堂和华盛顿纪念碑分立两端 在池水的美丽倒映下 更显坚毅速度 美国国会的办公大楼 建在一处海拔为83英尺的高地上 顾名国会山 国会山Capital Hill 该区汇集了所有的政治景点和观光景点 值得一游的是国家广场沿街的 史密苏尼博物馆群 该区到处都是正可意识的餐厅 若要去其他区域 靠近东部市场的 重修后的联合车站和许多地铁车站 都是不错的选择 国会山也就是通常说的国会大厦 只作为美国国会办公机构的国会建筑物 美国国会是美国联邦政府的立法机构 从远处望去 国会大厦是一座居住环利的建筑物 中间是皇冠型的圆顶式大楼 这座白色大圆顶的政府大楼 用白砂石和大理石建成 长期白51英尺 宽350英尺 顶尖离地面有135英尺 中心部分上面 树有一座高19.5英尺的青铜自由雕像 为华盛顿最引人注目的标志 国会大厦南侧为下沿 北侧为上院 国会内天花板与墙壁上 绘满了以建国史为题材的壁画 游客可自由前往参观 也可参加有向导做说明的观光团 参观全程约虚实35分钟 国际间谍博物馆 于2002年7月19日 在美国首府华盛顿开幕 位于联邦调查局FBI附近 博物馆共分为间谍学校 历史中的秘密历史 人群中的间谍 间谍战绩911事件后的 等几个展览主题 还有电影院 交互式展台 餐厅及间谍用品展览区 在博物馆里面 可以看到1960年代苏联情报员 使用的鞋跟器 KGB情报员使用的口红手枪 装有摄像机的信鸽 所拍摄出来的空照照片 还有二次大战期间 德国的密码机NN 以及美国总统乔治华盛顿 在独立战争期间 用隐形墨水鞋给情报员的五字填书 一种可以发射毒液的雨伞伞间 还有电影007庞德 所使用过的 Austin Martin跑车等 国家广场 是美国华盛顿特区的 一处开放型国家公园 西起林肯纪念堂 一直延伸到国会山 包括华盛顿纪念碑 国家历史博物馆 华盛顿联邦火车站 杰斐逊纪念馆 罗斯福纪念馆等著名建筑物 其中美国国会大厦 因为坐落在25米的全程最高点 而等名国会山 国会山是美国国会办公机构的国会建筑 同时也是美国历史上 重大示威游行 民权演说的重要场地 从国会山往林肯纪念堂方向走 角度合适的话 能看到华盛顿纪念碑 在100米宽几百米长的反省池中 倒影和巨碑比质相连 设计非常巧妙 这里游人不是非常多 你可以感受到 身为首都和政权核心区域的那份庄严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 是世界首屈一指的航空航天主题博物馆 它隶属于美国史密森学会 前身是1946年建立的美国国家航空博物馆 限管于1966年改名 1976年7月向公众开放 开馆第一年参观人数 极超1000万人次 创下了美国博物馆界的最高纪录 在新冠肺炎疫情前 该馆每月接待观众量 也达到了10万人次 这座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博物馆 建筑面积为6.3万平方米 陈列面积2万平方米 包含24个展厅 一个商店和一个IMAX行人 这里展出的主要是在美国航空航天史上 具有重要意义的飞机 火箭 飞船等航空航天器 其中大多数是真品 另外一些则是按照实物等比例 复制的仿制品 走进展厅 观众即可看到 1969年载着说出这是个人的一小步 却是人类的一大步的宇航员 阿姆斯特朗的阿波罗11号指令舱哥伦比亚号 上世纪20年代的福特Tramotor科技 由查尔斯·林德伯格 于1927年5月20至21日驾驶 完成首次独自跨越大西洋飞行的 单引擎单座单翼飞机 圣鲁伊斯精神号 还有美国第一架喷气式飞机 贝尔XP-59A 由于空间涌现 一些大型飞行器被悬于展厅上方展示 给观众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 他们仰头极能看到 这些飞行器轮胎的清晰纹理 带有秀迹的罗姆 优美的复过曲线 使历史带着真实感扑面而来 也拉近了观众与科技的距离 华盛顿大学 始建于1861年 位于美国西海岸 华盛顿州西雅图市 是一所公立研究型大学 美国大学协会 环太平洋大学联盟 和国际大学气候联盟成员 建校158年来 华盛顿大学及其校友 创造出无数造福全人类的 重大发明 发明了乙肝疫苗 渗透悉数 绘制了人类基因图谱 揭示了生命奥姆 主持设计了 世界上最大的波音747客机 月球轨道飞船 和哥伦比亚航天飞机 培养了11位太空宇航员 发明了引息合成橡胶技术 参与了NASA宇宙飞船 太阳研究项目 开发了计算机DAS操作系统等等 华盛顿大学教授中 有20位诺贝尔奖 1位菲尔兹奖 2位图灵奖 167位美国科学委员会学部委员 252位女工院士 包括 85位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 76位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60位美国国家艺学院院士 29位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 5位美国哲学院院士 2位美国国家公共管理科学院院士 2015年6月18日 华盛顿大学 清华大学和微软在美国西雅图 联合创建了全球创新学院 华盛顿纪念碑 是为纪念美国首任总统乔治 华盛顿而建造的 从1848年动工 直到1884年才完工 它位于华盛顿市中心 在国会大厦林肯纪念堂的轴线上 是一座大理石方尖碑 高169米 其内墙镶嵌着188块 由私人 团体及全球各地捐赠纪念石 其中一块刻有中文的 是清政府赠送的 它的四周是碧草卢荫的大草坪 纪念碑内有50层铁梯 也有70秒到顶端的高速电梯 游人登顶后可远眺华盛顿特区 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的景色 位于华盛顿潮汐湖边的 杰斐逊纪念堂 是为了纪念美国第三任总统 托马斯·杰斐逊而建的 并按照杰斐逊喜爱的 古罗马神殿式圆顶建筑风格设计 与华盛顿纪念碑隔湖相望 每年4月 湖畔的樱花盛开 环绕通体洁白的纪念堂 美不胜收 纪念堂的四周巨著环丽 共有54根花钢岩石柱 坚毅肃木 入口处抬头仰望 便可看到 由八根石柱支撑的门廊上 庄严的大理石浮雕 描述的正是 杰斐逊等人起草独立宣言的情景 年轻的杰斐逊就站在正中间 他的左侧 还有本杰明富兰克林和约翰亚当斯 圆形的纪念堂内部 铺满了粉色和灰色相间的 田纳其大理石 四周环里十六根巨著 在正中间耸立着一座 近六米高的杰斐逊总统 立身同像 在同像身后的石壁上 镇刻着杰斐逊生前的一段话 他一生丰功伟绩 主张人人平等 与华盛顿 林肯 罗斯福比肩齐名 在潮溪湖边 便可拍摄纪念堂的全景 也可以坐在台阶上欣赏潮溪湖 眺望湖对岸的华盛顿纪念碑 而一年之中比较美的时候 则是四月 彼时纪念堂边的 潮溪湖畔樱花盛开 配上湖中白色纪念堂的道理 美不胜收 林肯纪念堂 它被视为美国永恒的塑像 及华盛顿史标志 为纪念美国第十六届总统 亚伯拉罕·林肯而建 纪念堂位于华盛顿的 国家大草坪溪端 碧波如染的波托马克河东岸上 与东端的国会大厦遥遥相望 是一座用通体洁白的花钢岩 和大理石建造的古希腊神殿式纪念堂 纪念堂于1914年破土东宫 完成于1922年 纪念堂气氛庄严 每天更有不少游客和学生乘车来此参观 已故总统林肯 是最受尊敬的美国总统之一 人民不会忘记 他对美国做出的贡献解放奴隶和维护美国统一 也正是他从社会最低层 看出奴隶制的丑恶 揭穿人人生来平等的虚伪面纱 虽然他被残酷暗杀 但他的精神将永存林肯纪念堂中 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市中心的 美国国家美术馆与巴黎卢浮宫 圣彼得堡国立爱尔米塔日博物馆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并称为 世界四大艺术博物馆 美国国家美术馆位于美国国会大厦西街 国家大草坪北边和宾夕法尼亚大街家角地带 由两座风格迥然不同的花岗岩建筑组成 西馆为新古典式建筑 具有古希腊建筑风格 东莞是一幢现代风格的几何形建筑 这座艺术品宝库收藏着欧洲中世纪到现代 美国殖民时代到现代的艺术品约十万多件 涵盖绘画 素描 印刷品 摄影 雕塑 奖章等种类 美国国家美术馆收藏了大量的欧洲绘画 尤其是从印象派到立体派的大量绘画作品 可谓序列完整 这部分收藏主要是美国国家美术馆的捐赠者 安德鲁梅隆的捐赠 这位担任美国财政部长11年之久的安德鲁梅隆 是个狡诈 冷酷的银行家 生意人 同时对艺术品具有强大的占有欲 从25岁开始 他就在欧洲购买艺术品 他几乎每年夏天都要去一次欧洲 不断地购买欧洲名画和雕塑 最后在华盛顿捐资建造了一座昂贵的美术馆 正如他所说 使美国人民在自己的首都看到世界上最好的艺术品 乔治城是华盛顿市的一个组成部分 那里保留了不少18、19世纪的建筑 街头上到处有喷泉和雕塑 河边还会有木板路 是个非常有情调的地区 这一带不仅是有名的观光区 还集中了许多小型餐厅和服饰店 中心地带的威斯康辛大道 更是华盛顿的购物天堂 游客要来乔治城最好是在午后 先沿着河岸漫步 欣赏沿途风景 随后找家小咖啡店坐坐 或者看看有什么好东西可卖 五角大楼 位于美国华盛顿特区西南方的西南部波托马克河畔的阿里顿区 因五角形建筑外观而定其名 建于二次大战期间 以全世界较大的办公大楼而闻名于世 可容纳两万五千支援 五角大楼是美国军事指挥机关所在地 美国海、陆、空三军总部 美国国防部办公地 由于其特殊的职能 五角大楼一词不仅仅代表该建筑物本身 也常常用作美国国防部的代名词 五角大楼是世界上建筑面积较大的单体办公楼 其总建筑面积达650万平方英尺 其中办公面积为370万平方英尺 大约有两万三千名军方人士及文职人员 在五角大楼工作 另外还有约三千名非国防志愿者 在五角大楼服务 五角大楼共有五个外立面 建筑分为五层 每层游内至外共有五个环状走廊 走廊总长度达到17.5英里